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收看放眼馬世界 踏入2013年 放眼馬世界的論戰系列又回來跟大家見面 這次先和大家談的不是海外賽事 是本地賽事 因為星期日沙田馬場將會上演兩項一級賽事 包括經典一里賽和董事盃 兩項賽事都聖光魄魄 很多好馬將會上陣 這集的節目當然主題是圍繞這兩場賽事 和大家分析一下大小 節目開始之前先和大家介紹一下 今集的兩位嘉賓 兩位嘉賓都是我們新進的港馬之王 平馬界的新力軍 Brian 劉兆豐和黃禎堂 阿濤 兩位其實都知道你們在港馬之王 參賽時的階段負了很多努力 也說得很好 我真的和他們發放過 這方面我絕對對他們有信心 這次經典一里賽 不如我們先說 大家看過14匹參戰馬 14匹參戰馬裡面 大家覺得有一個問題就是 好像比我們看過實力的馬不多 形勢都好像不太明朗 其實都是因為有些新的自購馬進來跑 有些跑過就不是特別多一次 所以這場馬我覺得比較軍勢一點 不是說有些馬特別突出 如果算近期突出一點 我就覺得是大運載 因為這匹馬就來過香港跑了三場 一次跑得沒影 但打一打再贏兩場 兩場成績亦不錯 上次升班第二班跑 高柏辛未贏過二班馬 竟然都破了這個數據 所以我覺得是支持高柏辛這個數據 阿濤你也頗留意高柏辛 二班未贏過都記得他 今天找到 這匹馬應該理論上就很好 Brian 怎樣看 我是豬咬頸 豬咬頸嗎 這場是經典一里賽 只給四歲馬參加 很多馬其實都沒有一些賽積的根據 所以我們在選擇馬匹的時候 可能要轉換一些思考方式 去選擇馬匹 其實這一場裡面 除了大運載之外 還有很多匹 在香港的賽事裡面 都表現過很好的表現 所以選擇裡面 其實不只是局限 在一些近期有賽積根據的馬匹身上 那也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或者這場賽事十四匹馬裡面 看過和未看過 我們可以分開的角度去走 剛才阿濤說過大運載是看過的 一點大家要留意一下 大運載是誰騎的 韋達騎 韋達通常最佳拍檔是誰 蔡若翰 蔡若翰不是沒有馬的 這場是三匹的 重要就是所說的 三匹馬都有賽積給大家看過 而且是挺好的表現 為何三匹馬他都不要 難道一無事處 難道也 可能是魅力之己 其實他之前也騎過 但是魅力之己近況 始終好像多拼了之後 狀態好像有點回落 跑來跑去都不能進入前四名 停滯了 對,好像停了 那至於歡樂時光 賽前試閘已經不是韋達士了 霧師已經一早試閘了 這匹馬他跑到現在第二名 最差都是跑第二名 但這次上來 會否可以繼續延續街跡 始終他還未在後面出現過 在前面回來 不過我有一個疑問 因為始終歡樂時光 之前贏的賽事水準 其實不是那麼高 都是三班或是一些 深馬的賽事 這次的對手似乎強很多 他能否應付到 在高班中的一些 報復形勢 其實都是一個未知數 也對的 評分上可能吃力一點 但安賞會近一點吧 上場賈賈比也貼著大運才回來 雖然他打到開花 人家一邊都沒有打過 這次可否先反線 我想安賞 其實這場有個優勢之處 就是步速 步速上這場就不是特別快 他的跑法可以主動一點 可以跟前一點騎 他的跑法一向是 放一、二名前列位置 其實這場馬快放馬不多 我覺得是有條件進入前三名 因為他輸過給大運才 我想最重要是 大家可能會因而看低了他一點 但是在賽的三隻以外 剩下的都好像有些馬 是我們已經見過 他有表現交換出來 是有一定的實力的 當然大家感覺上比較舊一點的馬 但實際上 都是同樣跑四歲的系列 好像總統之光華美之星 上季已經有東西給大家看過 這兩套兩套 我很喜歡這兩隻馬 其實你看回以往的經驗一力賽 很多時候高分馬 都是一些 只是跑短途 零零四四高分了一節 但是他沒有一些一例的賽職 但是今年兩套97分的馬匹 其實都是一些一例的精英 他們兩套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就是其實在去年的馬季 已經夠分跑這些四歲 即是不用休閒了 對 已經不用休閒了 在今年的賽事裡 其實大家不需要太介意他的賽職 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是跑一班洋賽 都是甚麼重磅去跑的 如果我是幕後的馬主等等 其實都是想要一些重要的賽事為目標 這場賽事其實很可能都是兩匹馬 今年裡面的一個重要目標 但兩匹馬似乎擔不擔心 他們的狀態不夠力 好像跑下去 當然我們經常叫打風流波的心態 當然是輕鬆很多 但是好像會不會說 都不要那麼肉酸 之前有些真的輸得挺遠的 我自己挺喜歡他上個禮拜的試集 其實兩匹馬都在同一個試集出現 兩匹馬在直路比出來的反應都很好 尤其是華美之星 對 因為華美之星其實一開始 鄭宇田其實這幾個月都不斷摸著來操 其實兩貨集 近期兩貨集 一馬一比是有一點反應的 其實就好像狀態是復甦的 這次的六檔加上都說沒甚麼補足 放回前一點 他一向的跑法都是這樣的 都有一點優勢 也是的 其實四歲系列賽 經常都擔心一跑到1,600以上 不知道為甚麼 香港現在跑長途叫1,600也叫長途 經常都沒有補足 這些馬又經常都會被他偷襲得手 所以又不敢說 他們說是否跑盡見底 其實都可能真的未見底 這些都是突擊分子